第十三決手是 本身是 光彎和黃之陽一分為淵 他就選手的選手 所以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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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投資的選手 和由於投資的選手 投資的選手投資 投資的選手 投資的選手 雖然剛才那場是副方 但因為 剛才受傷 有沒有把握這個機會 剛才也是很接近的 忍者 鄧葉佳 第一場淘大賽 派林布晉康去打得很好 對,高射劇 連續兩下 好了,第一場是第十場 保健金銀行集團 藍子腰奶賽 十三公斤的決賽 排下賽盤是盧俊傑 全晚的 最後的一場大戰 這兩場我相信 這場比賽都會很好看 兩個都很刺激 兩個都是一個很進取的拳手 紅角、紅方 帶著這個紅色拳套 就是泳拳館的鄧葉佳 藍角藍色拳套 就是來自庫德拳館的 陶永俊 都是三個回合 都是三分鐘一回合 好,第一回合開始了 第一回合開始了 第一回合開始 是 不妨礙她們 施展高腳之後 鄧葉佳 高撐了 高撐了 撐完一下 高撐腳本來是厲害的 但是接著沒有翻面就更快了 剛才的比賽 是很高的 那場半賽分開了 很進取的 很進取的,鄧葉佳 第一場淘汰賽 幾個高速腳中頭 可以嗎 是 但這個回合會不會這麼容易 這一場會不會這麼容易呢 是 可能教練也會去教 要手高保護 因為之前鄧葉佳還是高腳 現在在這裡鬥拍室了 大家 埋了繩子 這樣就要分開了 這樣就要分開了 好,哪一邊 不知哪一邊 還叫自己的拳手 要多用一點拳腳 先頭的拳很安靜 鄧葉佳中了一下 很高 但他中完也很快 定回神馬 接著就用高速腳去拿分 一定要守高了 可能拳手也要 大家都要 是 但是看到鄧葉佳有幾下 出拳後 手就掛 可能是關聖 關聖 關聖就垂手 可能有些危險 可能會 陶永俊也不太害怕對手 對呀 埋到身後 你哭,我就要跟你鬥哭 還要拍膝 陶永俊佳的狂手也好一點 擺個裝 哦 哦 一人一踢 哎呀,連續 大家看到 陶永俊的立骨都紅了 因為就是 就是 鄧葉佳幾下 高速腳 是中得很硬 踢中了身 但是當然 鄧葉佳也中不少了 鄧葉佳中 總之中不少了 對呀 因為有幾下 慣性出完重 然後就上手 如果捉到他 那就很危險 對呀 大家現在還在糾纏 那場會不會分開 高撐腳 又是呀 這個手低 鄧葉佳的方 有點危險 好嗎 好了,第一回合到最後 尾聲 看看這裡會否有甚麼變化 對呀 應該要鄧教練 看看有甚麼 第二回合再練過 通常我不會問你 因為太緊湊 對,太緊湊 很難問你 免得要你難答我 是 但是各打半個回合 很拳 對嗎 一開始鄧葉佳 你很主動 很主動 用高速腳去做 對呀 因為鄧葉佳的拳 反擊很快 對 是 中了幾下 都有點弱 對呀 因為鄧葉佳的拳很重 鄧葉佳的腳就重 是 鄧葉佳的腳就重 鄧葉佳的拳很重 他一開始都是用幾下高腳 就是拿到主動 是 但到了第一回合 中段開始 就好像伸了一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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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鄧葉佳的拳手做得很好 對 而且他還能捉到 鄧葉佳的拳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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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二回合開始了 第二回合開始了 第二回合開始 現在會否有改變 戰況 好,大家先綁拳 先綁拳 好 這樣就拍膝了 好,埋了繩了 裁判應該會叫分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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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那些東西 Cornerman、教練北斂都 舉高的手 對呀 其實在擂台上 就很難聽到 對呀 對呀 不過這個也是一個訓練 對呀 好 掛頭 雖然未必吃得很硬 但如果能夠幾次都施展到 對呀 對呀 機會很可怕 就會also 總得防範圍 韋筍 做支 只是出腳不算好快 很快 太 bait了 很快了 厲害了 終於找到機會 反正那個勾拳很快、很重 你一順手就打你兩下 你一順手就打你兩下 這下還有兩下 這下真的要戒 對… 不,這下很重 出完撐腳後,順手 很明顯是 曹永俊的Cornelman提到這兩下 提到這兩下 防守好一點,他一順手 接著下來打狗拳 這一個中了一下 陶永俊很危險 陶永俊很危險,最後一下 不過陶永俊很硬 之後還要穩定 對 好,裁判分開 陶永俊好像有點硬 不肯定,可能一陣子都開始不來 無緣無故轉身的事有點危險 很危險 差點轉移身就不能回身了 好了,床本又要分開了 其實這裡有一點… 大家都有點… 有一點… 對 繼續用高腳運射一下 高撐 又中了 到鄧月佳暈了 黃永俊很厲害 很難捱 而且他能夠在捱的過程中 找回機會反擊 可以冷靜下來 有幾次的搶拳 都是令鄧月佳全認得了 好,鄧月佳 完額位,鄧月佳不說得笑嗎 不說得笑… 鄧月佳的高腳 真的會這麼均勻 但床本仲很有鬥爭 是 他撐你一捉鄧月佳的老毛病 是 一出完重招 隨手,他就封你一下 多重拳,真是打中的 我圍繞 一個高腳 大家看到了 你看高腳,我的一個勾拳 這幾下鄧月佳是全能進去的 都要穩穩的 雖然他的高腳 他的高腳是… 陶永俊是能擋住的 是 擋住後再來還擊 其實真的… 鄧月佳這幾下就好看,不好吃 對,好看,不好吃 如果這幾下他打頭就好一點 好,第三回合 看看誰的平手發揮好一點 好,裁判要分開 因為埋了繩子 有危險性就會喊 好,這裡可以主動一點 陶永俊正如師兄所說 他也很硬正 而且四平八穩 他打的很穩固 好,這幾下有點盲拳 鄧月佳有時會打到一些亂 亂了 其實有幾下中得很硬 他也是很穩固 很難看 是 三、二、一、二…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鄧月佳的高腳 陶永俊就是一個勾拳 右… 一、二、三… 糟了… 膝蓋很漂亮 如果他想打得很強 就是那些 你一出重拳之後 他就抓你這下 咦,有一些… 還有一些垂手 對呀 都是捱得開始 這分多鐘 就是很關鍵 在體能那裡 意志 對呀,大家都是透過體能意志 這個中段 好呀 還有一些囚在椅子中 沒有 要嘗試這樣 接著就中一個直拳 好啦,對方ない不會那麼多 陶永俊 一尾竹局會替他闊 好呀,可以和戶關 來 好,宋姑姑目前還會投 都是承殺時間 再中生 這個頂塞 好,大家都互相,你頂完我就拍你 好,要分開了 還有50秒左右 好,這一下很漂亮 鄧葉佳的高腳也很快 他命中率也很高 但踢完之後被命中率也很高 這個鏡頭很漂亮 好了… 還有一個高腳 這次高腳好像繩了高腳 然後把手放在頭上擋著 來到第三門後終於記得了 對,來到第三門後終於記得了 還有10公秒 高腳 這個時間很危險 誰來的Bunch就搞定你了 好,立場定分開 可以嗎 好,再搬來了 大家很緊 很緊張 內心 內心 那碗火爆了出來 無論戰果是怎樣 都是真正的 沒錯 無論贏輸還是有拳手 還是用了100%的能力去打 浩天金庸很支持今次的賽事 他是冠名贊助商 其實在其他賽事 足球賽事也很活躍 他是香港足球代表隊的 其中一個贊助商 他也有贊助過 港超聯隊球隊 對體育很熱誠 很熱誠、很支持 沒錯 但在我眼裡 他倆都是冠軍 好,說得非常好 好 因為他有拳手推出 所以他就領獎 究竟他可否爭取這個機會 本來已經離開了舞台 可不可以再在舞台上 拿到腰帶 他有幾下左拳打得很漂亮 很漂亮 他真的擺明是捉你的 破綻你 真是抽你的 真的很緊張 這場完結了之後 藍方的拳手 何永俊 就是壓觸大戰 壓觸大戰 最後的結果 有了 已經有了 這個帝人集團 男子腰帶賽 70公斤級 好,先聽完 紅方選手 鄧熱街 對藍方選手的 何永俊 第一回合分數 紅方30 藍方27 第二回合 紅方30 藍方27 第三回合 紅方29 藍方28 總分 紅方89 藍方82 所以勝方是 紅方 鄧葉佳 正如我們所說 贏都是很艱難 很艱難贏的 可以 先先都要給點掌聲 陶永俊 很難得 原本可能已經淘汰了 好,打算打完 是 立即要他打 他也接受這個挑戰 幾個機會 差點將紅方選手 心理得度很高 很高 他幾下左勾拳和左勾拳 是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也是非常好的 好,陶永俊的表現 證明 富得全館 師工的訓練 十分之有所 超級體能 很強 好,鄧葉佳 哭了… 哭了 好,恭喜他 這位師弟 是 這位是女朋友嗎 這位是女朋友 應該看反而 這位是她的女朋友 很感動 很感動 淺是少 那條腰帶很重要 腰帶很重要 所以不要遮住腰帶 眼淚很重要 好,我們等等 我們有件禮物送給鄧葉佳 對 先來個泡泡 錢也不要了… 錢也不要了 只是憤怒而已 對 腰帶和女朋友比較重要 愛真的最重要 對 你這樣說,立即打爛 好,恭喜 恭喜 好… 哎呀 哎呀 好深 哎呀 快點進去 好,恭喜 恭喜